十个问题 无神论的中国人看完都沉默了 日前 一篇有关探讨无神论的文章在网上流传 作者从身边的一双筷子谈起 延伸到科学的发展 人类到底来自于哪里 是不是神造的 深入显出 阅读后引发了持有无神论的人的深思 无神论者间信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 而进化论在科学上的依据是基因突变 靠自然的基因突变 而基因就是遗传的程序 一段有效的计算机程序 如果某个指令代码顺序错了甚至缺失 一定是程序错乱 而不会是程序优化 遗传程序也是一样的 基因突变带来的只能是畸形 进化 不可能跨越物种 其实如果人仅仅局限在已知的领域中固不自封 那我们有可能只是鱼缸中的鱼 以下是值得无神论者深深思考的十个问题 中国人看完都沉默了一文 一 越是有规律的 越有可能是被造出来的 筷子是人类使用的最简单的工具之一 我们日常使用的筷子是哪来的 当然是人类制造的 为什么 因为有规律 如果我拿出两根树枝 哪来的 从外面捡回来的 因为没有规律 是否可以得出结论 越是有规律的越有可能是被造出来的 而航天飞机是人类制造的最复杂的工具之一了 没人会相信一架航天飞机会是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 大自然碰巧形成的 那么比航天飞机更复杂的是什么 没错 那就是生命 哪怕是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 如草履虫 科学家都发现 其细胞和内部的结构之精巧 都令我们叹为观止 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造不出一个 哪怕是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 因此 无神论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 具备如此精妙结伦的结构的单细胞生物 既然不是人造的 是哪来的 如果是大自然界碰巧形成的 那么为啥大自然不能碰巧形成 必单细胞简单得多的航天飞机 手机 电脑 甚至一双筷子呢 也许有人说 有生命的是进化来的 无生命的不能 那好 请问 按照进化论 草履虫也是由无生命的复杂有机体进化来的吧 这个马上就能进化成生命的复杂有机体 和航天飞机 哪一个更复杂呢 如此复杂的有机体 你认为是进化来的 可是简单的筷子 却是被制造的 二 人类是被造出来的 从逻辑和技术的角度 都站得住脚 人类从发现DNA结构 到复制多粒绵羊 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想象 在过五十年 五百年 人类的基因技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人类科学家带着那时候的基因技术 到一个星球上 制造出适应那个星球气候 和地质条件的各种植物 动物 在制造一种相对高等的智能生命 来管理这些动物 植物 那么人类对这些生物而言 是什么 所以说 不承认宇宙中有神 其实就是认为 人就是宇宙中的神 浩瀚的宇宙中 存在比人类早一年以上的高级的生命形式 在远古时代来到地球 利用它掌握的技术 造了人类等这些生命 那么 这个高级的生命形式 对于我们而言 是不是什么 三 还有哪些国家是无神论 为什么 你又为什么相信无神论 中国 越南 朝鲜 古巴 因为 唯物主义 是这些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 仅此而已 不必为自己的无神论而骄傲 因为那并不是你独立思考的结果 而是你从小就被动接受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的结果 无神论和科学精神没有半毛钱关系 不要以为我信神就是被谁洗脑了 作为无神论者被洗脑的时候是从无知的幼年就开始了 而我变成有神论的时候已经是不惑之年 是我看了大量的资料包括严谨的实验报告之后才改变的 4.上帝造人 听起来像神话 真的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神话吗 我们现在的手机无线视频通讯技术 如果被古代人描述 并流传到现在 那么就是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神话 现在无法实现神话 不等于永远都无法实现 5.人类感知不到的 就一定不存在吗 人类的感知能力非常有限 我们听不见超声波 狗可以 我们分辨不出来的味道 猪可以 我们有什么理由 如此自负的相信自己的感官呢 我们看不到的 很有可能存在 6.我们有可能 只是鱼缸里的鱼 今天早上 我张力去喂金鱼的时候 突然听见了金鱼之间的对话 这段对话让我思考许久 也许 思考这个世界的真相 比在猫眼上追求什么民主 更有意义小于 这个世界真的很奇妙啊 每当我们饿的时候 食物就从天而降了 每当水质变差的时候 水就自动变成了清水大鱼 你认为这是奇妙的自然规律吗 其实所有的规律背后 都有一个操纵的力量 这 来自神 小鱼 你说的神在哪里 我怎么没见过 我游遍了鱼缸的每一个角落 大鱼 它不在鱼缸里 甚至不在水里 你看不见不等于别的鱼看不见 小鱼 它不在水里 怎么呼吸呢 大鱼 它呼吸不用水 可以直接呼吸空气 小鱼 可是它为什么要 白白给我们食物呢 我听老鱼说 食物匮乏的时候 我们为了获得食物 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可是你说的这个神 切白白给我们宝贵的食物 这怎么可能 大鱼 神是万能的 所以 神攻击我们食物 很容易 小鱼 如果神真的存在 那么神是哪来的 大鱼 不能因为我们无法理解神是哪来的 就否认神的存在 甚至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神都未必知道自己是哪来的 况且我们是鱼 我们的智商无法理解神的状态 即使告诉我们 我们也听不懂 小鱼认为 神应该和自己一样 在水里用腮呼吸 否则就不可信 我们认为 神应该和我们一样是有形的 否则就不可信 其实 只要我们用我们的眼光去理解神 就会陷入困惑 7. 生活中的巧合真的是巧合吗 我的一位朋友 因突发关心病与某时离世 大家一定认为更多是偶然的 可是如果我告诉大家 这位朋友在另外一个城市的孪生兄弟 也几乎同时因为关心病离世 你还认为这是偶然的吗 我们仅仅知道很多疾病的背后 有基因的规律在起作用 可是谁又知道 基因的背后是什么在起作用 生活中很多莫名的巧合 或者缘分 真的仅仅是偶然的吗 难道冥冥中就没有一个定数 如果这个世界 真的是一个虚拟的程序 那么 一切的偶然 岂不是都是被程序控制 8. 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从技术和逻辑的角度 都没有任何问题 人类发明计算机 仅仅几十年 就创造出了虚拟技术 我们带上特殊的传感器 接受特定的信号 就可以凭空摸各种面料 再过50年 500年 人类的计算机技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完全可以虚拟出一个真实的城市 这个空间是如此的真实 以至于你分不清楚 哪个是真实的世界 哪个是虚拟的世界 这时候 你会不会想 既然虚拟的世界都如此的真实 那么 我们所在的所谓真实的世界 就一定是真实的吗 柏拉图曾经说 如果我们永远被对山洞的洞口面壁而坐 洞口有火堆在燃烧 火堆和我们中间 有人在跳舞 于是我们真切的看到洞壁上跳舞的人影 谁说那些人影不是真切的呢 可是如果我们不回头看背后跳舞的人 我们永远不知道 什么才是真实 什么才是虚幻 圣经中说 虚空的虚空 佛经说 测一切物质 即是空 这是巧合 还是神在点拨人类 这个世界是虚空的 九 有神论包括特异功能 气功 已经违背自然规律吗 飞机刚被莱特兄弟发明的时候 很多科学家认为 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所以 根本不相信 其实 飞机能飞 并没有违背自然规律 只是违背了当时人类掌握的自然规律 当时的人们不知道 除了福利定律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领域的科学 那就是流体力学 10 猴子能在自然状态下 进化成人吗 进化论在科学上依据是基因突变 靠自然的基因突变 猴子能进化成人吗 我们知道 基因就是遗传的程序 而一段有效的计算机程序 如果某个指令代码顺序错了 甚至缺失 会有什么后果呢 一定是程序错乱 而不会是程序优化 遗传程序也是一样的 基因突变带来的只能是畸形 进化 不可能跨越物种 在这里 我并不是要大家现在就相信有一个上帝 我只是想歧视大家 在浩瀚的宇宙里 人 绝对不是最高等的 既然如此 人类造不出来的 却非常有规律的东西 比如细胞 一定是更高等的生命形式创造出来的 也就是说 人 也是被创造的 完全是有可能的 既然如此 我们何必固执的坚持无神论呢 这个世界上没有神 在逻辑上讲不通 关于灵魂的是否存在 建议大家百度逼此体验 故意相信 是觉悟的开始 当你开始相信这些的时候 你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你才发现 原来的自己是多么的封闭和自负 这个世界 原来是如此的奇妙 是那个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周知 优优独播剧场——周知 感谢观看